那我們請各位呢 您把這個錄影軟體這兩個 先把它解壓縮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它裡面 你要怎麼去執行 那下面這個很抱歉 這個是要透過安裝 所以可能各位現在 現場電腦是沒辦法直接做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從這邊看一下囉 您解壓縮完在這一個 這個Debug 這個Video Capture 解壓縮完 裡面呢 這裡有一個 它的資料夾Debug 點進去 就可以看到 在這裡 這裡 這一支 1.69 抱歉抱歉是下面這一個 上面的是它用安裝的 安裝版本 那下面這個呢就是您直接執行就可以了 執行完的話呢 您就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錄影的畫面 那 第二個呢 這個 Active Preventer這個呢 一樣解壓縮完之後 在裡面就有一個執行檔 在這邊 好您直接像這樣點兩下打開 就可以用 好所以 這一個軟體比較 中文的部分 它目前是只有簡體 中文它雖然是國外的 但是它在中文的部分只有提供簡體而已 那如果 待會兒我們跟各位講 如果您覺得說 看簡體 還是不太習慣 你可以切回英文版 OK 如果您會其他語言 跟我講一下 我幫你找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 好不好 那您先試看看這兩個 OK 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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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